中央推动高中值以下班班有冷气政策 台中市政府盘点319所公立高中值与国中小 冷气需要太久换新货新设 加上中央补助共约36亿元 除了7所耐震补强工程 以及5所新建校舍学校尚未完全装设外 已经协助307所的学校超前进度完成安装 而这天上午市长卢秀燕也特别前往视察成果 感谢各方努力让明年夏天 学生可以轻松度过沿着酷暑 在舒适的环境下安心学习 在台中市长卢秀燕的见证下 最后一台冷气成功安装 达成了台中市高中值以下学校班班有冷气的目标 台中市政府推动清凉安心学习计划 协助学校超前进度完成安装 全数完成了2万多台的冷气装设 那本来这个计划各县市都是在109年110年111年3年之内 要把各级学校来把它安装冷气完成 台中市在我们的这个教育局各级学校校长教职员工的努力之下 还有很多工程界的好朋友的帮忙之下 我们超前进度提前安装完成 台中市政府盘点319所公立高中值与国中校 冷气需太久换新或新设 加上中将补助一共有36亿元 除了7所耐震补强工程 以及5所新建校舍学校上会完成装设之外 已经协助307所学校超前进度完成安装 中央呢 未来我们跟他们商量 每年会给我们大概1亿多元左右的补助 再加上我们自有的经费 我们决定要把这个经费要专款专用 用来做各级学校的冷气费电费的一个补助 所以未来如果这样预估的话 大概一年孩子们可以使用冷气大概是4个月 刚好度过这个酷暑 非常炎热的夏天 所以你们觉得有冷气棒不棒 棒 很好 非常地棒 棒得比棒还更棒 卢市长表示台中市超前进度完成冷气安装 未来中央一年将会有一亿多元的补助 加上市府的经费 未来将会专款专用 来作为各级学校的冷气费补助 一年大约可以负担有4个月的电费 对线打造 让家长放心 让孩子安心的施政承诺 市长综还台中才放不到 拍摹 离手 谢谢大家